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电子商务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看电子商务第六个讲次的播出 在这个讲次里面呢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无线网络 虽然呢这周的主题叫做无线网络呢 但是在我们这一个讲次里面 除了介绍无线网络之外 还要为各位介绍一个 各位每天都会使用的行动通讯 因为行动通讯早期只是讲电话而已 但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 开始了有所谓的行动商务的时代 然后跟无线网络又在某一个角度 既然又汇聚在一起了 我们待会会来介绍这些 不过呢我还是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大概会讲哪些主题好了 首先要为各位介绍行动通讯的一个概念 就刚提到的 原本只是讲电话 怎么会走向了一个行动商务呢 原来基本的概念为各位介绍一下 第二个无线网络的概念 什么是无线网络 平常你使用的notebook也好 它可以无线上网 这种无线网络的概念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结合了 出现的所谓的行动商务 一般人使用的行动商务 最后一个要提到企业内部可不可以用这些来进行所谓的企业的M化 我想这四个主要的主题是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 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第一个主题好了 也就是所谓的行动通讯的概念 那么什么叫做行动通讯呢 我们当然还是一样 先来为各位定义一下行动通讯的定义 整个行动通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透过手机PDA等等这些 或具备通讯的终端设备 在行动中接收到语音 或者甚至是非语音之间的讯息传输 在语音方面可以让使用者在行动中 跟另外一个使用者来对话 而非语音则是指在行动的状态中 透过了通讯终端设备来进行数据 简讯 影音或甚至是游戏等服务的传递 甚至可创造加值服务的产生 所以这种行动通讯已经不再只是声音讲电话 这样子我跟你对话而已了 除了声音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刚刚提到了 包括了行动数据 简讯 影音甚至游戏 连线游戏都可以在行动当中完成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是行动通讯最基本的定义 那么事实上我们平常每个几乎现在人手一个手机的 大部分人都有透过行动通讯 行动装置 手机等等这些 来跟别人来传递资讯的一个经验 可是相信现在大家手上拿的手机 大部分都是3G的 对不对 有人说我3.5G 有人4G的出来吗 还没有 对不对 未来马上会出现所谓的4G 那么到底什么叫3G 什么叫3.5G 那有没有2G呢 有没有1G呢 我想我们透过一个完整的表格 来详细的为各位介绍 整个行动通讯的发展的过程 相信您对你现在手上的这只手机 就可以完整的认识了 我们来看看这张表 这个表行动通讯的发展过程 哇密密码码的 我们从整个的表的上半段来开始介绍好了 也就大家可以看到阶段方面的第一代 那么任何东西第一代的时候 不会自己称自己是1G 所以第一代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1G那种 那种自己的称呼 所以那时候就是称之为是行动通讯 那时候讯号的类别是所谓的类比式的讯号 在1979 80年代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候用的是AMPS等等这些的技术 然后主要就是传递语音 只能传递语音 我想这是第一个资料 大家看到第一代 这个时候我很快来 我想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个时代的 那个时候相信早期大家看到一些电影里面 有些拿个好大一台的 那真正的大哥大 对不对 好大一个还可以当砖头来敲人头 对不对 那么大的一个手机 对不起他只能讲电话 但是因为他是类比的 他并不是数位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的传递的资讯 不像现在我们数位的都会有个 所谓的SIM卡可以加密 对不对 他靠着手机的内码来编码来传送 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只要盗取你 那么大一台大哥大手机的内码 就可以复制 所以有人就可以盗用别人的手机的内码 来把它烧在另外一台自己的一台 非法的机器里面就可以来讲电话 所以常常会有所谓到达的情况发生 而且那个时候通讯费非常的贵 而且那时候是类比的 又不能传递任何数据资料 所以那是第一代早期 渐渐渐渐开始有人就不断地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把类比 因为慢慢大家都数位化了吗 变成数位化的方式 而这种数位化的方式 又让人家没办法来到达 也就没办法复制 那么很棒的情况 就是出现了一种所谓的IC晶片 对不对 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 所谓大家称之为SIM卡 SIM这样SIM卡的这样的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它在手机里面 就代表了你的身份识别 也就你这个手机号码 就是靠着这个晶片来决定的 好我们赶快来回到这个表上 来看第二代它的特性是什么 这个第二代呢 它是传送数位讯号 这个数位讯号 其实有它一定的速度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刮湖里面有一个9.6K 事实上这个就是说 传递data的时候 它的数据的速度可以到达 9.6KBPS 这个K1K是1024 所以1K我们假 有人简称就是1000嘛 这个9.6K的BPS bits per second 每秒钟可以传递多少个bit 0跟1 0跟1这样子 也就是9600个0跟1一秒钟 这个时代是1992年的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技术标准有所谓的 大家提到就是所谓的GSM 所以那时候第二代 2G的手机就是所谓的GSM的手机 它所用的传说的通讯就是TDMA CDMA和PDC等等这些 那那时候是简讯服务开始出现了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那么它可以传递语音 而且可以传递一些数据 但是数据的速度对不起不够快 只有9.6K 那么9.6K是多快 好像感觉很快9.6K 但K并不是 K只代表1024 就1000左右 也9600个BPS 那么速度是多快 大家来做个比较 各位现在你家里面应该 大部分人家里都可以上网 而现在上网的家庭 大部分都已经不再是用播接了 很多人用的是所谓的ADSL ADSL的速度最慢最慢 一般家里面用的也是2M起跳 2M是多少 就是200万个 就是2000千 2000K 哇你们家里面上网的这个ADSL 至少都是2000K起跳 那时候早期手机 一个手机传递 传递DATA可以到9K 9.6K 10K左右 哇差了200倍 哇你就可以感觉到 早期这个2G的这种GSM手机 它可不可以传数据 可以9.6K 其实是超级慢 以现在话数 也就很多人说这是归宿 太慢太慢了 来我们来看看 第三代 但是这时候第三代还没出现 开始有人就想说 那么第二代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有 我们来看下一个 四代 他会发现出现了所谓的2.5 四代 2.5G 对 有人说有听过有听过2.5G 2.5G它也是数位信号 而且2.5G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刮弧里面它可以速度 从57.6K到384K 可是呢 网组网路可以让你手机就可以上网了 2.5G开始就可以上网了 而且传简讯服务 好啦所以这时候慢慢慢慢慢慢再发展了 2.5G出来之后有些人可以上网了 2.5G 那么它可以让你手机上网 提供影音多媒体传输 很多手机都可以看网路上面的影片啊 等等这些了 然后慢慢出现了第3.5代 3.5代呢 则是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4.4M 哇 哇好快呀 而且从2006年开始就有了 而且它用的是HSDP 不过大部分用来做的是 可以插在notebook 让notebook上网 最后一个第4代 第4代还没有出现 那么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再继续为您介绍 那么之前我们大概从最基本的 第一代一直介绍到第二代 第2.5G 第3G 3.5G 这边我再补充一点了 3.5G 其实大家相信在日常生活中 常听到电视 或者看到报章杂志上面的一些广告 3.5G行动网卡 对不对 好像都是这样称的 事实上真正用3.5G来讲电话 也没有那个实际的需要 很多手机都有3.5G的功能 但是真正讲 大部分都还是用透过3G系统来传达声音 那透过上网3.5G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的 国内的一些通讯验者提供了无线网卡 做成PCM CIA的插卡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人把它号称PC卡 或者有人透过USB都有 然后你插到电脑notebook里面 这台notebook就可以透过 这个3.5G的这种行动通讯的这个网路呢 来传达网机网路的资讯 也就透过声音的 以前讲声音的这种电话的方式 它已经转变成一种传data的行动网卡 插到notebook notebook到哪边都可以直接上网 好 所以这个速度可以刚提到可以到达14Mbps 哇14Mbps比家里跑得还快啦 比家里的ADS要跑得很快 所以有的业者广告就说你家里不用在意呢 你只要一个就好了 回到家也是用这个拿出去也是用这个 这样就够了 好啦所以这是整个的行动通讯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也就是今天的第二个主角 无线网路的发展 整个无线网路的发展呢 什么叫无线网路 其实有人把它称之为 Wireless LAN 那么无线的LAN 什么是LAN呢 L-A-N 事实上很多人早期也听过 它称之为区域网路 Local Area Network 然后它把它做成Wireless 其实最主要无线网路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发展出来的 早期办公室里面好多台电脑 没台电脑都要拉条网路线 你看如果办公室有100台电脑 拉100条网路线就变好粗的一个 然后插到机器上面 好恐怖啊 光维修人哪条线断了 哪条线头断了 还麻烦很麻烦 所以早期就有人 有不断的技术发展出来 能不能把这些需要网路线的这种LAN 这些办公室里面这些电脑 透过无线的方式传递 然后有一个集中的 透过它来传资料等等这些 所以就发展出来这所谓的 Wireless LAN 所以Wireless LAN早期就是 Local Area Network整个的发展的过程 是指不透过任何媒介的 区域网路模式 利用天线收发无线信号 来传达资讯 一般而言其规格分别是 802.11B 802.11A 802.11G为主 目前还有发展的WIMAX的发展 好了我赶快来介绍这些是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听起来好恐怖 这么多数字802.11A 11B 11G等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其实早期的时候 这Wireless LAN发展出来的技术 是802.11B的模式 基本上来讲 它用的是2.4Ghz的频率 而且它传输速度是 大概11Mbps per second 很多人说 哇11Mbps够快了 不够不够 一般的网路线线 办公室大概都是100Mbps的网路线 所以11Mbps其实只有十分之一 也OK了啦 大家还可以接受 所以刚开始大家还用得蛮愉快 可是出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2.4Ghz 跟很多的一般使用 甚至有一些无线电话 不是手机 就是家里面的无线电话 那种无线 它也是用透过2.4Ghz 蓝牙也是透过2.4Ghz 好多东西都 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频道 所以很多的设备 或者是器具 都是2.4Ghz 彼此之间可能会有干扰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频道 大概十几个频道来跳 但是还是会有干扰 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更快 而且更不受干扰的呢 于是从802.11B就发展到 802.11A的技术出现 所以802.11A呢 它就用比更高的频道 它用了5Ghz的这个频道 5Ghz这边其实是很棒的一个频道 可是它 而且它速度可以到达多少 可以到达54Mbps 哇好快啊 对不对 从11Mbps快来快5倍 所以本来是一个 大家骑得很高的一个技术 可是802.11A推出来之后 因为它是用5Ghz的频道 结果所有旧的802.11B都不能用了 你要全部换很多人就说我要换吗 不该换吗 所以就很多人就没有那么爱换 所以就802.11A虽然技术很好 很方便 很快 很稳定 但是大家不愿意花额外的成本来换 所以这时候802.11B就随时而生了 它说好吧 大家追求快是很重要 那么稳定度 那透过一些技术还是可以达到足够的稳定性 所以802.11G又回到了2.4GHz 刚提到好像有些干扰的平台 可是它用的一些技术让它干扰降到最低 但速度也提升到54Mbps 好了 54Mbps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802.11G是现在大部分人在用的 而且它向下下动 因为都是用2.4GHz 所以你如果是用802.11B的设备互相也都可以开始使用 所以这是802.11G能够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了 那综合了这些802.11B到11A到11G呢 最后普遍的11G的这 大家统称这些把它称之为Wi-Fi上网 所以我们到处常常看到WiFi Wi-Fi对不对 就指的就是这个 但这些的情况下都是在local的情况 整个Wi-Fi等等这些都是local无线区域上网 那么有人说能不能更大 更远 更快 于是新的技术又出来了 这个新的主角就称之为Wi-Max Wi-Max代表极大 Wi-Max 这个Wi-Max可以到达多少的速度呢 其实它的速度可以到达非常非常高 到达14Mbps以上的速度 跟刚刚前面所提到 那个4G未来能够达14Mbps3.5G以后的那么快的速度 而且它涵盖的范围 刚刚前面讲的local都是10公尺 20公尺 100公尺内的距离 但是Wi-Max可以到达理论值50公里的距离 50公里是非常大的涵盖范围 虽然它理论值是永远达不到 在实际情况是达不到 但是它的涵盖区域也非常大 甚至比现在手机基地的涵盖的范围还更大了 所以这时候Wi-Max推出来 大家觉得说未来 而且在高速行驶之下 还是继续可以通畅使用 这就太棒了 所以大家都对Wi-Max充满了期待 好 这整个是整个无线网路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图来为各位解释 我们之前讲的行动通讯 就是电话 跟无线网路发展的汇流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好了 那么在这个图上面 我们称之为无线网路的发展 但是事实上它有两块 左手边这一块 我们把它称之为行动通讯的发展 右手边这边是无线网路的发展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行动通讯的发展从1G到2G到2.5G到3G 一直到现在的3.5G到未来的4G 那么在无线网路早期的802.11B 后来要发展到11A以为很好 但发现大家没有采用 又回到了11G这个速度快 但是回到2.4GHz这边 以上这些EBGEA统称为Wi-Fi 好那么未来走向个Wi-Max技术出来了 但还没有正式的产品大家可以采用 但这些未来再整合到3.5G的现代 跟未来的4G 有人也说可能Wi-Max就会成为4G的一种标准 谁知道呢 所以在这边来讲 大家不断地追求的 一个原本是讲电话声音的通讯 另外一个原本是在一般办公室网路的无线化 到最后竟然变成了 回到了一个原点 大家都希望一同来为了一个更大的平宽 更好的通讯品质 包括了传递语音或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未来4G可能是一个大家说众所瞩目 而想要使用的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的 我想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有关于行动通讯 也介绍过了无线网路的发展 但这些整体合起来之后 有哪些的应用呢 事实上在无线网路的应用方面 可以包含几个 第一个 建立无线程式 其实在一些地方都已经有了 这样子一个无线程式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的用的是 早期的这种Wireless LAN的技术 硬要把它用在整个的市区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障碍 那么未来WiMAX出现之后 或者是不一定是 一定是WiMAX的4G出现之后 我相信大家会用得更方便更好 更好的使用了 那么另外呢 未来可以发展一个无线的企业 企业有没有办法把它导引在企业内部来使用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啦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在企业里面使用 事实上就可以到后面 我们提到的一个企业M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后面再会给各位介绍 当然啦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第三个 就是创造数位的家庭 其实非常多的家里面 非常多的人家里面呢 有电视 有电脑 有好多的影像 有好多的照片 有好多的这些 不管是蓝光或DVD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节目 未来是不是可以有个数位家庭的概念 全部都把它统合起来 等等这些 事实上这绝对是一个可行的 而且在未来几年之内就可以达成了 最后达到数位工作 很多人可以上班 透过随时随地连上网络的这样一个技术 可以变成在家上班 在外面上班 在马路上面坐车子的时候上班 等等这些 这样的一个上班 不再只是在家上班而已 以前很多人说 不用到企业 我在家上班 现在你到外面 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班 这种数位工作的一个环境 大概有多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提到 其实很多人就把这些 整体把它合起来 称之为一个行动商务的可能性 什么叫做行动商务呢 我们先来看看行动商务的定义 真正的所谓的行动商务呢 其实它所 我们根据所谓的 Forester Research 它所做的一个诠释 利用手持的行动设备 藉由不断地持续上网 也就是他们常常听到 所谓Always On 就一直在连线的过程当中 高速的网机网路连线 来进行通讯互动 及交易等活动 所以事实上这边蛮简单的 所以行动商务就像 我们之前提到的任何的电子商务 在透过网机网路上网 现在变成行动 你随时透过行动装置 手持装置 可能是你的Notebook 可能是你的手机 可能是你的PDA 你的iPad等等这些 你随时随地可以上网 来进行原来的电子商务 就是所谓的行动商务 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发展呢 我们透过课本上有个表 来为各位介绍 这个表里面 其实把它分成了两块 一块是有线 一块是无线 一块是企业内部 一块是企业外部 我们来看看 在企业外部来讲的话 透过有线来做的 这种商务活动 我们把它称之为电子商务 对不对 大家想一下 对企业外部 外面 对透过网机网路 透过有线方式连线 网机网路 这称之为EC电子商务 企业外部 透过无线来做的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行动商务 对不对 所以一样企业外部 你看企业跟消费者之间 对不对 然后你透过无线网路 这称之为行动商务 企业内部来讲 透过有线 然后网机网路的技术 应用在企业内部 有线连接起来 这次称之为企业电子化 不管是ERP SCM CRM 都是Web Enable 透过网页 就可以来执行等等这些 称之为企业一化 企业内部 透过了无线 刚提到就是等于是 无线的这种 这种的技术跟概念 应用在企业内部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企业的行动化 也就是企业的M化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清楚了 什么是电子商务 什么是行动商务 什么是企业一化 什么是企业M化的 这样的一个分类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类之后 企业未来的发展 很多人说企业M化 确实是一个可行的 而且要来进行的一个过程 好了 那么课本上还有一些 有关于行动商务的架构 我们就比较技术 大家可以回去 看一看相关内容 我们直接来看下一个主题 也就是行动商务的成功因素了 行动商务成功因素有非常的多 我们把它列为四点 来作为探讨的方向 第一点 行动商务成功的因素 就是所谓的便利性 其实因为刚提到 你看你走到哪边都可以使用 以前你一定要回家才能上网 或者一定要插上网络 才能上网 但是现在你在任何时候 你只要有一个沟通的装置 以前只能拿来讲电话的 现在也是可以上网 上网之后 这就你可以做到 任何你要做的事情 这种方便性便利性 第二个即时性 其实即时性就是 马上就可以发生 举例子来说 很多时候你可以获得 即时的资料 最常用的就是网络下单 股市资讯行情 马上看到 马上你就可以下单 去作为一些投资 那么这方面来讲的话 即时性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实用性 让大家觉得非常容易使用 手指摸一摸卡一卡 就会了 这种的实用性 变得非常方便 最后信任性 其实这是常常人 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 没办法突破的一个感觉 到底这样交易 我资料放上去安不安全 但事实上发现 越使用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是蛮安全的 透过了很多的认证 跟加密机制 让整个的行动商务 变得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 越来越多人 也不断地在使用行动商务了 那么行动商务有哪些特性呢 我很快地一一来 为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个行动商务的特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可以说是有智慧性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行动装置上面 局地在说 甚至还可以装着有GPS 有的手机上面 就有GPS的接收器 你可以马上定位 甚至就算没有GPS接收器 透过附近的基地台 他马上知道 你这只手机是在哪边 所以这种智慧性 譬如说你走到百货公司附近 马上就有简讯传过来说 这家百货公司 在有一些折价讯息等等 你马上就可以得到 OK 这种的智慧性 第二个个人性 我相信现在来讲 很少有两根手机拿出来 看会是一模一样的 至少里面的电话簿 就不同了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 用每个人自己喜好的 个人的资讯的 这样的一个装置 所以个人化是没问题的 第三个移动性 走到哪边都可以使用 走到这边走到那边 你甚至没有 就任何的这种线路的 这种的那个羁绊 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第四个便利性 刚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你走到哪边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可以随时取得 你要的资讯 第五个定位性 刚刚提到了 跟第一个智慧性的结合 智慧性说 它知道你在哪边 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或者你不一定想要 但它知道你可能会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定位性 我马上知道你在哪边 除了做一些促销之外 还可以作为各式各样 加值服务的提供 第二个多媒体性 图文声音影像 全部都可以呈现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商务 在早期认为是不可能的 各位想想看 在早期9.6K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时候 2G能受GSM 9.6K你能传影像吗 可以一个影像 可能要等一个钟头 关那个通话 通讯费就不知道多少钱了 现在透过3G 3.5G 无线上网 好快要按一下 没有任何的lag 所以这种多媒体性 变成可行 网络的频宽的增加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个安全性 其实透过了 刚刚提到了 所谓的SIM卡 叫做用户识别码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个人认证 其实没有 几乎没有人可以仿冒的 这种的安全性就非常好 大家可以慢慢接受了 第八个简洁化 其实因为行动装置比较小 画片比较小 所以在上面的功能 就是非常直接的 你看了就会 又简洁 所以你就很容易学会了 好了 这些是它的特性 行动商务也有一些 它的效益 我很快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个 传输的无线化 不再需要线路了 你透过无线的一个传输 包括你接收 还有你的传送 常常我们看到 有人在拍到一个什么 啪 马上就传到 到它的Facebook上面去 透过它手机 就可以无线的传输 而且即时更新自己的部落格 或者是Facebook上面的讯息 第二个 连线快速化 频宽越来越快 速度越来越快 第三个 追踪便捷化 其实随时可以定位 而且马上可以知道 你在哪边 给你你要的讯息 第四个 使用个人化 就像我们刚提到 它的特性一样 最后资讯保密化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才信任 好了 这些之后 我们来看看行动商务的未来 到底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有哪些的应用会出现呢 我们也是一样 透过一个图表 来为各位介绍 这图表上面有非常多的咨询 我很快来介绍好了 其实在各方面 举例子来说 在一开始 行动理财的应用方面 可以刚刚提到 网络下单 或者其他的一些理财的活动 第二个 行动的广告 大家可以发现 未来越来越多 你手机可以上网 行动商务可以上网之后 你随时都可以得到 行动的广告 GPS定位 我们刚才也介绍过了 行动购物 在上面就可以购买东西 马上 那个决定 要买了就送去 行动排卖 我们之前介绍过 C2C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哇 你看到这个 要下单的时候 你要下标的时候 哇 马上可以做到 行动娱乐 除了你可以自娱之外 你现在还可以跟人家 网络连线 透过手持装置 无线的网络连线 共同一起来玩游戏 行动付费 购买东西的时候 直接透过手机上面 或者其他的一些系统 就可以来直接付费 网络搜寻 找到你要的资料 行动学习 随时随地 可以来达到 行动的学习 双网结合 透过了无线 透过了无线网络 以及通讯网络 这双网的结合 行动邮件 随时随地 都可以透过手机上网 这些大部分都是个人应用 各位再想想 如果企业再把它应用到企业M化里面的话 企业内部的这种无线的应用的话 那更是无远佛界可以带来很棒很棒的应用了 所以我们对无线绝对觉得说是未来更好的发展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会